直到看见常宝华否认说学逗唱是相声基本功 才明白他的葬礼为何骂声一片 谁能想到一向以艺术家自称的常宝华 竟然连相声基本功都没学过 在常宝华看来 相声最大的特点在于语言和表演 只要把握了这两点 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相声演员 说学逗唱只是所有曲艺的总称 并不能作为相声的基本功 然而江坤却有不同的观点 虽然说江坤不会惯口 但他非常认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在相声中的地位 唯一和大家理解不同的是 说并不单止惯口 还包括其他艺术形式 波德纲也曾说过 弟子进门先练几本功 不然就算上台表演了 也迟早会被观众轰下来 那么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到底是不是误区呢 看长宝华的卖步头就知道了 咱就说这一水平 等于社随便拿出一个弟子都比他好 其实这也不是长宝华第一次迷惑发言了 一次采访中他就曾直言 自己不喜欢相声 如果说最后一句还有些道理的话 那么第一句就有些好笑了 不说长宝华本身是一名相声演员 一直以来他都以相声世家的身份沾沾自喜 谈起自己的哥哥长宝坤更是声泪俱下 如果他真的不喜欢相声 为何要学习相声 又为何以相声艺术家的身份自居 这表里不一的样子 也难怪他的葬礼豪华程度 让很多人直呼不配 要知道哪怕是侯宝林马三立去世 都没享受这种士兵台观的待遇 郭德纲第一位启蒙老师竟然是长宝峰 我还听说过郭德纲老师好像 也是您是他的启蒙老师是吧 是我叫他 也没有教太多东西 像什么这个布头啊 拔扇啊这些 教给他这个 长宝华师从相声大师马三立 虽然说他的名气不如哥哥长宝坤长宝峰高 但也获得过不少奖项 是目前长家唯一在世的相声演员 当年郭德纲的父亲兼儿子喜欢相声 就托朋友让郭德纲到长宝峰家学习 长宝峰本身性格温和 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虽然说那段时间 长宝峰没有教郭德纲太多东西 但每次提起郭德纲一脸感激 我小的时候开盟呢 是长家九爷给我开着盟 这是四 四十爷四爷啊 我小的时候最开始 长九爷长宝峰给我开着盟 后来也有幸呢 长三爷长宝亭先生 也给我说过活 但是后来到北京之后 我别来 来往的是最深 不仅如此 长宝峰收徒仪式上 郭德纲也有派徒弟亲自前往祝贺 可以说对于长宝峰 郭德纲的态度还是很好的 既然如此 为何长宝华却是当天 郭德纲却没有出席葬礼呢 其实这主要与长宝华的变脸有关 长宝华没有收侯耀华为图前 每次提起郭德纲都是赞不绝口 等于社的一些大型演出 他更是亲自到场祝贺 因此等于社上下也非常尊重这位老先生 然而侯耀华摆石之后 长宝华对郭德纲的态度就来了个大拐弯 不仅在节目中内涵 郭德纲的相声是耍贫嘴 还经常摆出一副祖师爷的架势 对等于小辈指指点点 录制节目期间 下台的郭麒麟听闻 长宝华在后台 连忙上前问好 这弯腰问好的样子 甭提多恭敬 然而长宝华不仅不以为意 还拿着身份喊郭德纲孙子 都说人的尊敬是相互的 哪怕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敷衍 有钱的孙子大三辈 本以为是长宝华的随口调侃 没想到长家真的把他当成了人生哲理 去年三月 江坤在天津举办新书签试会 长宝峰不仅出席了这次前授仪式 还当场向江坤鞠躬致歇 谁能想到一个文字被演员 竟像一个小背行李 字里行间更是给人一种拍马批的感觉 江坤有没有资格当取协主席 不敢妄下结论 但他的相声水平确实一般 身为一名相声演员 连基本的灌口都不会 甚至还把锅甩到师傅和师爷身上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思想 现在主流相声界才会沦落到赠票都没人看的地步 再看长宝华更是将两面派作风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主流面前满脸堆笑使劲吹捧 哪怕对方的行为是错的 他也始终维护 到德云社做客 不是批评那个就是指点这个 眼瞻一副我是老大的派头 自从长宝华进门 德云社演员就前拥后促地围在身边嘘寒问暖 哪怕是石副宽和于谦得知消息后 也第一时间赶到后台 向这个前辈问好 可长宝华一坐下就开始对孙悦发难 最后还是石副宽出面 这才缓解孙悦的尴尬 这才缓解孙悦的尴尬